好,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萝卜牛杂所有要用到的香料跟中药香料包 芹菜150克 生姜60克 大蒜100克 大葱50克 好,这四种是我们所要用完整的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703055419 中药的香料包 我们最好是用清水把它冲洗一下 这个香料包我们在熬汤的时候可以重复使用 一般都可以用2-3次 好,把它倒进来之后 把它放在这个萨布袋里面 把它吸好 好,待会备用 好,这个汤锅内15斤水 这个汤锅已经沸腾了 我们放入这个中药的香料包 中药香料包一定要记住 我们从这一刻放进去 半个小时 一定要捞出 先放进去 一定等沸水之后半小时捞出 放进香料包 然后我们可以放进 牛肺 牛肺 牛肠 牛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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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可以先放进去 这个汤 一般我们建议熬 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现在放进去之后 我们还有这个牛腩 牛腩我们现在不建议放进去 还有这个牛腩 我们现在不建议放进去 因为牛腩是比较容易煮的 我们建议这个汤熬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牛腩倒进去 现在沸水之后 我们要改成小火 小火 改成小火 小火煮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然后我们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 703655419 703655419 可以插上一根筷子 以免这个汤锅里面的汤蒸发的快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插上一个筷子 或者一些什么都可以把它把它隔开 以免汤里面的蒸汽那个水干的快 汤比较快的 好我们现在让它煮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最好是建议要这个时间段 好我们现在来炒香料 开火 锅内饭 150克 油 等它油三层热的时候 你先放生姜 大蒜 这个大蒜的话 我们要用刀把它拍碎一下 把它炒出姜味 炒出香味之后我们再放入芹菜 大葱 炒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一般要把它不停的翻炒 炒到这个加料颜色放黄 好 一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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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这个香料的香味炒出来 好 我们这香料基本上就炒好了 因为它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变黄了 然后我们这个香味也出来了 就可以关火 然后我们这个香料怎么熟饭呢 等我们的中药香料包捞出来之后 我们连油连香料换进汤锅内 我们现在炒好了 炒好之后我们用一个纱布袋把它装好 好 现在已经有半个小时了 我们要把这个中药香料包 把它捞出来 一定记住半小时一定要捞出 如果说焯个半小时之后不捞出 这个汤就会苦了 这个香料包还可以重复使用 捞出这个中药香料包 我们把刚刚炒好的这个香料 连油倒进去 这里一直这个香料包一直要煮到最后 了 好 好 我经常给你了